大家好,我是李秋玉 我是一个公益协会的理事长 我的工作通常都跟募款有很大的关系 我必须常常去接见企业主跟大老板 来跟他们说明我们协会 目前对身心障碍者的照顾计划 在还没有上专业简报里之前 我的募款金额大概都在一百万上下 其实说真的 我已经觉得自己有一点小小的厉害了 正业简报里这堂课很特别的地方 是在于第二天的演练 在这个演练的过程当中 我就用我过去的方法跟简报的技巧 来跟我所有的同学做一个募款的计划 这样子的过程 其实福哥把我定得好惨 他叫所有的同学投票 如果听完我的演讲之后 你会捐款的请举手 当场没有任何一个人举手 这样子的举动真的吓到我了 回去之后我痛令失痛 开始思考福哥的心法 我要怎么样做 可以达到不一样的境界 所以我就用了这样子的心法 做了一份新的简报 在这个提报的过程当中 我非常的游刃有余 而且有自信 从一百万到一千万 走六个月 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 如果这堂课是一个武功一级 其实我觉得学会技巧 大家都可以很快的得到 但是这堂课是可以打通你的任督二脉 而且让你得到那个心法 千万讲师的五十堂说话课 不仅记录我的故事 也记录了其他很精彩的讲者的故事 如果没有机会上课 看这本书 你一样可以得到 一千万的武功心法 非常推荐你 一定要买回来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